哈嘍大家好我是橙橙我们今天呢要来玩的这款游戏叫做守护得比哦 那我们今天的话会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游戏的最强剃令英雄 以及这个新手开局可以用的礼貌讯号 以及一些这个新手必知的这个游戏技巧攻略 好那么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游戏哦目前比较强的这个种族英雄啊 好那么可以看到英雄这边那这边的话最推荐你们可以玩一下这个 这个没有要克非常多的话可以玩这个人类或是金银啊 那人类的话就可以刷一下我们的这个英雄可以有这个人类法师 那他主要强的地方是在于他有这个被动技能哦 可以直接提升魔法类型单位的攻击力32% 而且我们魔法单位的话有非常多这种范围攻击嘛 而且还有这个减速的兵法可以说使用 所以说在平常这个伤害以及控制效果上都是表现相当不错啦 所以说最推荐的话可以用一下我们的这个人类的法师哦 那如果想要玩金银的话也是可以啊 不过的话就比较偏向是这个物理哦 能一些额外的这个控制效果就比较没那么好啊 但是的话重点的话是他我们也是挺帅的嘛 他一样的话是要选择这个爱格里哦 可以提升物理类型单位的攻击力32% 然后在打的时候就尽量选择这个物理攻击哦 这样的话会吃到这个额外的加成buff 那至于这个兽族的话虽然英雄是蛮强啊 但是好像比较多人体验是说需要课金课比较多哦 那如果你是无课或小课的话就可以玩一下你的这个人类或是精灵就可以哦 那你们也可以加入一下他们这个discord群哦 那这边的话会有这个官方的攻略啊 那这边的话会有这个角色单位的排名哦 他这边的话是列出哪些单位是值得用哪一些金币去做兑换的 不过的话这也是大家可以稍微参考参考啊 那目前最高的话就是我们的这个人类兵法哦 可以去把他们降速啊 把他们不要那么快的跑到后面了 然后后面的话有一些这个角色 不过这边都是英文 大家是可以稍微来这边参考看看啊 然后接下来下一个的话是这个排兵布阵的攻略哦 那这边的话是前面的话就可以放一下我们的这个减速啊 或是有晕眩效果的单位在这里 然后其他的二的话就可以放比较这个远程攻击的这个魔法单位 然后第三的话就放这个比较短的 然后第四的话就可以放比较长的 第五的话也是可以用这个可以有击退效果 这样的话可以把我们的这个怪物打到这个就是他出怪点 然后其他他就可以随便放 大家是可以稍微参考看看哦 然后最后一个的话是他这个最好卡住 那这边他就是在想说是这个基本上都还蛮平和的啊 大家是可以多方尝试看看哪一个种族是比较适合自己的 好那么接下来后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游戏的礼宝学号 好那么可以首先来到他的这个官方粉丝团了 然后在这边的话在他的这个贴文都有这一个官方网站 我们这边的话可以点进去就可以来到他的这个官方网站了 然后在上方第三个的话就可以输入我们的这个兑换券 那这边的话要先输一下我们的这个账号ID哦 那账号ID的话就在这边看了 我们这边的话是直接点一下给大家看一下这要去哪边哦 就是点一下我们左上角 然后这边的话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编号是这个327317嘛 好那么就可以回来到这个对方网站好那么就输入这个327317 然后接下来的话下方可以输入我们的这个兑换券续号 好那么首先的话分享第一个就是这个续号 这个BD L A U N CH 然后可以按下方这个兑换 好这边的话就会显示这个已经成功兑换了 好那接下来下一个的话是这个 我们可以回来到游戏的这个好像都是DD开头啊 这个DD然后CAFE COME 好那也要按这个兑换 好这边的话也会显示兑换成功 那这边的话都会要我们把这个帐号ID先给他贴上来 然后接下来下一个的话是这个 GREET 然后ING SD 把这边放大一点 然后也要按这个兑换 是成功兑换了 好那都对话完的话我们可以回来到游戏 他是会说送到我们的这个游戏信箱吧 那么在右上角的菜单点开这边的话信箱 这边的话就可以看到我们刚刚你的这个礼包吗奖励 但是这边的话应该是有600个这个钻石 然后再加上2万的金币 然后这边的话全球开服奖励的话 这边还有可以各拿到这1000个这个宝石钻石 然后这边的话就可以把他们全部通通都淋你了 那如果你们要刷手抽的话还是可以直接 直接去抽 还直接拿到这个英雄 然后这个单位直接抽到我们的精灵 精灵英雄 拿到一个人类的法师 人类兵法 感觉直接领这个四千元奖励抽到的角色都比较好 这边的话优惠招募 你们的话再把这些钻石都拿去抽一抽好了 这样的话看能不能招募到一些比较好的 好这边的话奇迹召唤 直接死一次啊 就直接跳过 那这边的话中了一个这个传说的 那这边的话中了一个这个兽人传说 不知道好不好 好那现在呢来竞赛打一下 这个还是可以连线的 这整个游戏也是 需要跟其他人做这个心理博育 拿去猜一下对方会出多少钱 不过前面的话应该都是跟电脑玩吧 不知道这个是不是真人啊 那目前的话好像人类跟精灵是 比较多人在排行榜上会选择吧 好那这边的话好像偏远程的话 我们就放在这个下面了 然后这边中间上面的话是放这个功能角 后面的话这边还要再多研究一下 反正你就可以尽量 再会换一个这个位置 好防御成功现在的话就来竞掉一下 这边的话就随便出个一下 出到第二名的话可以拿到这个 两块钱钱了 结果第一名 直接拿到个龙虽然说我们 现在是这个人类啊 那没关系哦 多一个人帮打也是挺不错的 知道这样有没有打得比较快一点 应该都差不多了 而且这个都是最率先完成看一下 他这个是什么啊 学徒的话平均11 那么看一下他技能 可以增加攻击力好像还好 结果又出到这个最高钱了 那下一次的话我们应该就拿不到了 他说周围的话都会算在这里面嘛 他攻击的话也跟他的範围好像比较低了 这个野猪跑太快了 我们这个尽量看看能够拿下来 5块钱呢 这对面还要26块 那随便出个6块就拿走 这个冰霜法是蛮厉害的 就像刚刚那个野猪冲太快的话 我们就可以放一下这个冰霜法 哎呀我们左下角还有技能 还忘记放了 那边弄不到的话就可以切过来 好离胜利又进了一步 剩下最后一个吗 大炮专家这个是谁 这也是就偏向远距离攻击 那现在基本上都快放了 好像也不用特别动什么 好 瘦的话清小怪能力好像比较弱一点 好这一场就这样 顺利的完成了 新手 好吧那么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这个 守护得比的最强T0英雄角色阵容牌法介绍 还有这个新手可以用的礼帮好序号 对方的教学分享 就差不多拍到这边咯 我们下部影片再见 大家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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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